白人夫妇却生出黑人婴儿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老男人看着怀里的儿子 并没有老来得子的喜悦 气氛顿时变得无比压抑 就在一个月之前 医院产科来了一对夫妇 男人显得非常高兴 只因他的心愿妻子 终于怀上了他的孩子 他开心地对所有人宣布 自己马上就要当爸爸 可女人却有点冷漠 让男人低调鞋 没过多久 就轮到女人就整了 可男人却被护士拦在门外 产检是不允许男士陪同的 无奈之下 男人只好在外等候 护士们不禁感叹 这真的是个好男人 诊室内 女人稍微有点紧张 她都40岁了 已经有三个孩子 她也没想到 自己竟又一次怀孕了 助产护士通过测量崩高 很快就得出一个结果 女人已经怀孕36周 绿产期只剩一个月了 可让护士们不解释 为何她的丈夫 今天才知道女人怀孕的事 女人顿时有点慌张 她以为自己只是年纪大 体型有点怎样而已 或者是她不愿相信 自己怀孕这个事实 诊室外 男人却和孕妇们聊了起来 原来她前妻死于癌症 和女人刚结婚不到一年 她最近才发现 妻子肚子变大了 赶忙带她到医院检查 结果才发现妻子怀孕了 这样 没过多久 住场护士上门送产去 毕竟女人很快就到预产期了 然而在闲聊过从中 护士竟然得知 女人之所以嫁给老男人 是因为前夫抛下她和三的孩子 带走了家里所有钱 而她为了养活孩子们 才选择嫁给了老男人 他们之间并没有爱情 可后来才发现 老男人很善良 而且也很有耐心 她竟真的爱上了对方 可是却发生了意外 正当女人要继续说下去时 老男人却抱着一堆书跑回 打断了这次谈话 这是她第一次有自己的孩子 心情无比激动 立即去书店买了一堆书 补充一些相关知识 在往后的几天里 老男人每天都拿着书 按照里面的知识 提醒妻子要注意各种是事情 可面对老男人的好 女人却越来越不耐烦 可当离开的女人 却又折返回来道歉 可老男人并没有生气 她觉得妻子可能是产前焦虑症 情绪会不稳定 她在书上都看过这种案例 可她根本不知道 女人一直有事瞒着她 然而就在这天 女人在晾衣服的时候 突然感觉一阵巨痛 男人立即跑了过来 她知道这种症状正是公缩 女人很快就要生了 她连忙跑去打电话呼叫住场护士 房间内 两名护士正忙碌做着准备 可此刻的女人却是一脸紧张 她竟然不想生孩子 但公缩越来越频繁 护士提醒她 现在不是她想不想生的问题 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 可女人却哭着说 自己不能要这个孩子 护士们都被整忙了 不断劝说女人要配合 这番话让护士们都震惊了 夫妻都是白人 怎么可能生出个黑人来 可他们根本管不了太多 现在必须让孩子出来 否则孩子极有可能会窒息而亡 女人也意识到失态的严重 使劲用力配合护士们 一番努力下 孩子终于出生了 护士连忙报给医生检查 虽然孩子有点缺氧 但还是保住了一命 没过一回 医生哭啼让众人悬着的心也放下 可女人看着这个小灰 心情顿时掉落了补底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所有人都看出了问题 医生借口走出房间 将消息告诉老男人 可她却提醒对方 给女人一点时间 半小时后再进入房间 与此同时 女人也冷静下来 她说起了一段经历 原来她嫁给老男人后 一次夜班回家时 却被一名黑人工人强奸了 会嫌弃自己 但她万万没想到 就这么一次 她竟然怀孕了 可发现的太晚了 已经错过了堕胎的时机 看着怀里的孩子 女人知道是时候 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外面等候多时的老男人 得到护士的允许后 立即开心地冲进屋内 可看见孩子那一刻 老男人顿时就愣住了 女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解释 男人静静地接过孩子 看着怀里的小黑鬼 她心中百感焦急 故事的最后 老男人并没有放弃妻子和孩子 欣然接受了这一切 只因他深爱自己的妻子 想和对方白头偕老